庚子歲初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在香港以致全球示弱 絕非天災 而是中共和港共政府一手造成的人和 2003年 沙士一役 中共政府隱瞞資訊 才令到疫症在三十幾個國家爆發 2020年 中共仍要維穩先於人命 等黄金防控期過了之後 才遲遲下令武漢封城 曾率先分離鑑定沙士病毒的微生物學家管人估計 武漢肺炎的嚴重性將會是沙士的十倍 港共政府今日的防疫態度 比起17年前更為落後 愧對因為沙士而穩命的近300名香港人 一國之室 禍亂全球 各國嚴陣以待 新加坡 菲律賓 原機遣返 原所有來自武漢的客機 台灣限制口罩出口 並要求大陸團旅客離境 美、日、法、俄等多個國家 亦已經或者正準備在武漢撤僑 當疫症蔓延到香港 港共政府 政府依然是以政治凌駕抗疫的需要 陳漢兒之流 為了反蒙面的惡法違憲上訴 拒絕呼籲市民戴口罩 疫情擴散到全中國 各地的患者野蠻沖關 搶奪本地的醫療資源 甚至有黑警公然在微博 歡迎武漢人來到香港醫病 林鄭至今仍然批評封關是不適當 不實際 港共政府晚半拍 必須為香港中將承受的人命代價負上全責 政權不作為 但香港人是不能夠坐以待斃 我們必須堅持 要港共政權立即封關 停止所有中國人進入香港 封關只在源頭防疫 港共政權在各個關口中門大開 引讀入港 迫使全港醫護揚言罷工 林鄭的班子 昨日以語言藝術作為回應 在湖北省對內外交通 一早已經中斷之時 宣佈限制所有湖北省居民 以及過去十四日 曾經到湖北省的人士進入香港 企圖令輿論以為政府是有做事去擴疫 而實際上 港共政府已經慢了幾拍 武漢的疫情 武漢的疫情早已在中國三十幾個省份爆發 僅得西座是行免 新措施根本是來得太遲 病者 病者已經不幸於曾經到訪湖北省的人士 只有完全封關 才可以將患者和隱形病人隔絕在外 降低淘汰2.0的出現機率 民間記者會亦都質疑 來自中國的患者 習慣性防暴病歷 旅遊紀錄 以致職業 被閹割的香港政府 有沒有權限向中共取得 他境內的國民資訊 如果沒有這個權限 談何追蹤和遣返患者 民間記者會全力支持醫護人員展開工業行動 向政府繼續施壓 並重申 香港人要求的是 無限期限制所有旅客經中國進入香港 直至疫情受控 並嚴格因別 回來香港的香港人 有沒有需要立即送院或隔離 在探討醫護罷工的道德問題之前 我們翻查醫管局 截至1月23日的數據 發完公園內科 住院病床在午夜的佔用率 一直高企在8至9成 最高的時間竟然達到115% 本港的醫療系統 貧臨崩潰的邊緣 假如疫情很不幸地 在香港的社區爆發 床位和醫療資源 也都用在中國人的身上 香港人面對這個疫症的情況 一定比SARS更加嚴峻 但是衛生署繼續以所謂人道理由 在沙頭角放多個發燒的中國人入境 不斷行前線醫護之概 將香港人的性命置之不顧 因此 醫護的同仁以工業行動 要求政府封關 無非是以全香港人的生命安危作為出發點 並無道德的問題 香港人是不應該被中共道德綁架 甚至迫令港共封關為港的責任 其實不應該只是落在醫護身上 所以我們呼籲各界的人加入工業行動 向政府施壓 避免疫情進一步爆發 並集中緊接的醫療資源 在香港人身上 香港政府草間香港人的性命 昨日更加偷偷在粉嶺輝明村 未入伙的公屋設置隔離營 整個過程裏面 政府在毫無諮詢之下決定 更加沒有一個北區區議員是知情 完全無視程序公義 輝明村來最近的一棟民居 僅僅有三十米之遙 附近更加有五間學校 妄顧附近數萬名居民的安全 作為一個正常人都知道 隔離營是需要設在人籍刊字的地方 但是港共政權有為常理 結果惹起公憤 即使黑警繼續濫捕市民 黃藍的市民仍然reconnect 走上街頭防震 事後政府僅僅願意暫停搬運物資 更文禍式非 變稱沒有計劃 這樣設置隔離營 但是傳媒就一早踢爆了他們 在裡面一早安裝了隔離的房間 港共的政府早已失信於民 即使政府表示 暫停以輝明村作為免疫中心 街坊也不能調以輕生 必須繼續監察 封關抗疫 絕對是刻不容緩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早已敦促香港政府 封閉各個中國關口 即使中國已經能夠 治愈數名的確診患者 不過有很多患者 因為試劑合不足 而少了被確診 而英美學者亦都估算 每20名患者 只會有一個人被發現是患病 預料在2月4日之前 當地感染的人數將會高達27萬人 武漢市長亦都指出 早已有500萬人逃離 恐怕隱性的病人早已在全國 甚至全球 傳播病毒 《基本法》154條中列明 香港政府是有管制出入境自由 政府至少應該向中國發出旅遊警示 但他們卻以政治掛帥 矮化自己的管制地位 是700萬人的性命於無謀 甚至有網民早已發現 在港共政府宣佈對湖北省封關的2小時之前 武漢已經發出公告 停辦港澳台簽著的出入境業務 民間記者會很想問一下 港共政府是否需要得到黨的批准 才可以封關 香港是否屬於一國一制 《基本法》已經是作廢 每天沒有人民授權的政府 平日是無視民意 在危急關頭 更會置人民的生命於不顧 香港人被迫防疫自救 是因為政府無能地處理公關 公共衛生的災難 香港人被迫抗爭革命 是因為不能夠再容忍政權破壞制度 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昨日粉嶺封路的事件 《黃藍合一》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粉嶺的居民不分政見 守為家園 自發倒露 甚至出動火魔 反抗政府的無理安排 正正和抗爭者面對暴政的心情同出一切 香港人必須要意識到 只有民選的政府才會對人民問責 希望香港人齊上齊落 共渡難關 萬事小心 保重身體 一個都不能少 煲底劍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請ona文明 請問過 請問過 請問過